每次到这个餐厅必点的 就是清蒸石斑鱼 那因为石斑鱼 不管是大人跟小孩 都会非常的喜欢吃 因为第一个 它的刺很少 肉有很多 那特别的是那个石斑鱼 不管是清蒸的也好吃 用煎的也非常的好吃 用煮汤的 也是非常的美味 所以今天就要请师傅 教我们做这一道 我们的石斑海黄豆腐宝 制作石斑海黄豆腐宝 需要的食材有 石斑鱼200公克 干杯6颗 板豆腐1块 松板猪80公克 香菇2朵 黄红甜椒各一片 葱适量 青龙椒5根 辣椒干少许 蒜末少许 调味料则有 蚝油1大匙 绍兴酒1大匙 白胡椒粉适量 辣豆拌酱1大匙 香油少许 橄榄油少许 哈啰 师傅又见面了 我要来学这道料理 感觉是一个大菜 对 是一个大菜 2月算是你去港式饮茶 去香港 那现在没办法出国 其实在家里就可以做出香港的风味 你会说广东话吗 对啊 食品不是广 你会说啊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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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好 第一个步骤 是吗 第一个步骤 我们还是来切我们的食材 对 那食材 因为我们跟香港师傅共事很久 所以多多少少 被骂的都听得懂 我跟你讲 我为什么会讲广东话 因为呢 我那时候去Fall in Love 我们在香港算是 应该是说红起来的 所以那时候就为了避免 就是香港工作人员骂我们 所以我们就立志 我们要学广东话 所以那时候就偷偷地一直在听 然后因为这样我也很喜欢香港 对 其实香港在这个很多料理 其实台湾人的口味 非常的接近 所以你看到现在 各大餐厅饭店 都有这个港式料理 港式饮茶的一个出现 没错 那我们今天 你看我们做的是一个 比较丰富的一个 保宅的一个部分 那我先把这些食材切一切 那你看我从这个蔬菜先切 因为为什么 你等一下就不用再去洗这个砧板 如果你一开始就切肉 切海鲜 其实容易把你的砧板污染了 然后你就变得很脏 有条理 对 你就会做得比较不自在 然后我这个是糯米椒 糯米椒其实它是不会辣的 对 但是吃起来有这种很糯米的这种 感觉 感觉 那非常好吃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糯米椒 它其实就是 长得有点是 就是像青椒的感觉 那它其实吃起来的口感 应该说也跟青椒很像 对 那它是辣椒 但它吃起来又不会像辣椒这么的辣 而且它里面有这个辣椒素 还有维生素B12我记得 然后维生素D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 可以预防癌症的营养的成分 都在里面 对 所以它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糯米椒 大家都可以参考 而且我发现其实 现在有很多那种 法餐的高级食材的餐厅 也会弄糯米椒来入菜 很多 很多 它可以直接生吃吗 可以啊 有的人是像在东北 或者是在一个比较寒冷的地方 他们是拿来沾这个什么 酱油辣椒这样子 直接干啃就对了 对 像吃大葱一样这样子吃它 它是脆口的 好脆哦 它像青椒 但是呢其实它又没有青椒 大家讨厌的那个味道 对 对 它也不会有青椒的生味 不会 所以师傅刚刚就把这个 备料切一些 包括我们的糯米椒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石斑鱼 我们就事先 我就头会把它去掉 对 然后把它去骨 然后去刺 这样我们在包摘里面 不论是家里大人小朋友吃 都不会有那个刺 那你清蒸鱼的话 那你自己会挑刺 对 所以的做法就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今天有用这个干贝 都是蒸在鲜味 对 然后我有加入我们的这个 刚才切的松板猪 它有一个口感 你看里面有豆腐的嫩 对 干贝的鲜 然后我们海鲜的这个 石斑鱼的这个 它那个焦脂 海味 海味 然后我们的自然的一个油脂 对 那锅中呢 我就会用这个 比较天然的这个橄榄油 好 所以基本上你看 师傅刚刚讲的这样一锅 什么东西都有了 对 很方便 然后我先把豆腐稍微煎一下 好 豆腐煎过以后 你看到豆腐下锅的时候 我会先拿它切面的部分 去煎 为什么啊 因为这样子才能锁住 它里面的汤汁 它在煎的过程当中 我们先把豆腐的汤汁 先把它锁在里面 对 那如果你外面这些 你会煎得太硬 对 我同你意思 我懂了 我懂了 所以先煎切开 剖面部的那一面 比较嫩的那一面 对 对 那你在翻的过程 你也比较不容易破了它 对 那破了你的整道菜的一个美感 就已经被你破坏掉了 很棒 所以做料理你是要 不急不许 但是就是你要知道很多的小诀窍 关键在里面 就让它两面上色 恰恰的感觉 对 有点微焦 那我们用筷子会比较好 来操作它 好的 那现在的锅子都是不沾锅 所以其实你真的很不用怕 说这个锅子会沾黏这个豆腐啊 然后会让它的样貌 那你就是把火候控制好 就可以了 对 然后就这样把它稍微翻一下 而且师傅煎的这个豆腐的方式啊 应该是适用在全部的这种豆腐 对 对 没有错 那我们在家里尽量不要做油炸 对 因为你家里的油 你剩下来你很麻烦不好处理 对 然后我们就稍微可以让它晃动一下 晃动它会贴得比较平 所以受热会更均匀 然后我们一边在煎这个豆腐的时候 把豆腐剥到旁边去 对 然后它的油脂 我想要再让它油脂丰富一点 这时候我松满猪就给它进来 赞赞赞 对 而且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个豆腐啊 可以吸入每一个食材 一层一层的味道 对 层层的堆叠 让它入味 然后你一边煎 你看豆腐也越来越酥 然后我们的食材最后是同一个时间 熟成的 熟成的 对 那为什么有些人会说包仔板 有些人会说饱 饱 饱跟包 有没有 还没有 对 傻傻分不清楚 不一样的 对 是为什么 其实你看香港人为什么讲 我们说 好 包汤 包汤 港式的粒汤用包汤 就是一样都是用砂锅 但是我是把料投到里面 然后加上火 然后去熬的 对 这叫包汤 包汤 对 叫包 那如果像我们现在做的是 我们把料理烹调好后 放到热热的砂锅 像我们台湾的三杯鸡一样 那就叫做饱 因为火在保温它 对 原来 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典故 这学到了 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子的 原来它的典故是叫我的游览 师傅像那个海黄堡 它其实应该是要很多种海鲜的 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加入松阪株呢 因为我觉得现代人 我们要做一点改良 就是说你在家里 以前可能家里的人口数比较多 对 所以你会煮很多道菜 但是现在家人呢 比较少了 一道菜里面要它均衡一点点 所以我就把它加入了这一些 什么香菇 肉类这一些 一起去拌炒 那你就可以少煮好几道菜 一道菜就可以把它完成了 对对对 很方便 适应时代的一个潮流的一个改变 好 我们把香菇葱段一样 这时候为什么要把香菇葱段 放进来就是说让它爆香 对 那它会把我们刚才的松阪株的油脂 把它吸收掉 所以你看到我是把锅子稍微 把它往前行 让它去在这边 直接去触这个锅底 对 让它去爆香 微焦 那整个油脂被它吸收后 等一下我们的汤汁就不会有 太多的油脂存在 真的 好 我们开小火 师傅一开始的那个油 其实就没有放到超多 没有很多 所以就是慢慢煎 然后再来就是松阪株的油 松阪株的油被逼出来之后 再放下那个 这些蔬菜配料 所以基本上就是 这些油都没有被浪费掉 没有被浪费掉 然后接下来我把石斑放进来 石斑 海鲜因为它很容易熟 很快就熟 所以我们在最后再把海鲜放进来 好 然后利用这些油脂 然后你看我们可以把一些料 把它往上堆 稍微煎一下它 让石斑鱼吃到这个油脂 石斑鱼有什么好处 因为很多人很爱吃石斑鱼 因为它的鱼油是很天然的鱼油 尤其我们台湾那个石斑鱼 其实香港很爱台湾的石斑鱼 对 因为香港它没有养殖 它都仰赖这个我们进口 到他们那边的 所以我们的品质是受到国际的认可 而且你看 你闻一下那个香味 现在石斑鱼的鲜味就已经出来了 好香喔 那师傅我问你 在煎这个石斑鱼的时候 是不是像煎那个鸡腿排一样 它的你的皮为什么没有朝下 那师傅我问你 在煎这个石斑鱼的时候 是不是像煎那个鸡腿排一样 它的你的皮为什么没有朝下 我们先让它底部先定型 然后皮再翻过来再去煎它 因为有皮的地方是比较坚固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皮的地方是比较脆弱的 没错 就像我们人的皮肤一样 有表皮就是会保护它 所以一定要知道食材的一个原理 那你再烹角的时候就不容易失败 真的 因为你看我刚问了一个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應該要先把皮朝下的問題 那其實像師父剛剛講的 應該先把肉比較脆弱的地方 先讓它定型 對 先讓它定型 學到了包花豆腐的這一塊 然後我們這個干貝就下鍋 那你看我鍋中 其實你看我魚已經差不多了 我把它翻面 對不對 把它翻面一下 你看我的習慣是 我現在才下辛香料 因為這時候下辛香料 它又可以把我的油脂再吸收 我鍋中就沒有多餘的油脂 然後保持我這個蒜頭 本身的一個香氣在裡面 那香港人他們廣東菜 在做這個保仔 它是不帶太多湯湯水水的 因為你湯湯水水一旦多 就不會香 對 它是 沖掉了那個味道 對 會被稀釋掉 所以我們就稍微 把干貝稍微煎一下 然後這時候呢 我加入一點點的辣椒乾 辣椒乾 對 所以辛香料會選擇在 所有的食材 都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它的水分 我會再多嗆一點紹興酒 紹興 我愛紹興 然後 好香喔 天啊 這時候用一點紹興酒的酒的香氣 去觸這個鍋子 然後它釋放出這個 黃酒的一個風味 對 然後我們就是讓它揮發 那整個香氣在裡面融合後 其實你不會感覺到 它是很辛辣的 完全不會啊 對 然後鹹度我們來一點點豆瓣醬 豆瓣醬 對 你也很愛用豆瓣醬對不對 對 因為我覺得料理要有一點層次感 然後我們的蠔油 蠔油在香港人是必備的 蠔油 對 一定要 一定要蠔油 然後我加入少許的高湯 也要炒鍋一下 炒鍋 味一下湯 沒錯 那搶到這個魚啊 其實有很多的那個經典的流行歌曲 都跟蠔油有關 真的 對 如果你是你那個年代嘛 你40歲嘛對不對 40 對 你會你曾聽過的有關於蠔油的 我跟你一定是想同一首 沒有 收來收起的那一首嗎 不是收來收起 是後面很那個了耶 很流行的 你這個年代一定是任賢奇的 有有有有 你一定要聽任賢奇對不對 對 但我今天偏不唱 我今天要唱 盧廣仲的 魚啊 這首歌曲好好聽 好好聽 然後帶給大家 盧廣仲的魚啊 看魚啊 在那揚來揚去 揚來揚去 我對你收來收起 收來收起 這幾年我會打拼 跟認真 都是因為你 火在那風中 揚來揚去 揚來揚去 我對你收來收起 打拼 收起 打拼 打拼 你希望我會加 揚你回來我們心片 是呀 太好聽了 太好聽了 謝謝 而且你好聽到 你要等我唱完 你才要下料 對 是不是 我剛剛現在就站在你旁邊唱 因為其實我覺得盧廣宗 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創作歌手 然後寫了這首歌 我覺得在我的那時候 看來很像是 郵寺在 異鄉的郵寺 然後因為其實我算是 中南部的小孩 然後我也是從15歲 開始在台北大平 所以這首歌 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對我來講特別的印象深刻 我也十幾歲就離開花蓮 然後上來當學徒 所以你十幾歲 上來上去當學徒了 十九歲就上來當學徒了 然後當到現在 對 還在當學徒 亂講 你這樣當學徒 怎麼可能 你真的是太謙虛了 其實料理學不完的 對 他每一個時代 每一段的演變 都有不同的要學習的地方 所以我們認為 我們自己是還在學習 所以還是永遠當學徒 我覺得你很棒 你看他會煮菜的男生 然後我覺得師傅 他對每一個料理的細節都很注重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現在 我們在煮飯當中 其實會忽略掉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透過我們的 愈愛愈好事這個節目 可以分享更多不同的料理方式 跟配方給大家 好 最後起鍋前 我加一點點的胡椒粉 好 胡椒粉 然後一點點香油 是 你可以看我鍋中 其實都沒有任何的湯汁了 完全沒有 而且滿乾的 很乾爽 對 很乾爽 所有的食材都要包覆在我們的食材上面 醬汁 要像這樣子 這才是一個標準的 廣東菜寶宅的一個做法 對 所以最後我們就大火再等一下縮一下 那其實正常來說 我們是要燒一個砂鍋 對 所以要嗆下去 再淋上一點點的這個燒心酒 蓋上鍋蓋 所以整路就聞到那個 滋滋作響的那個香味 太棒了 對 好 那我就把它盛盤囉 其實最後的料理 收汁也算是一個很大的關鍵對不對 你收汁收不乾 它其實吃起來不會香 對 然後它的味道就會比較不均勻 然後會這樣湯湯水水的 就沒有那個薄仔這樣 啵啵啵的那個香味 而且其實從一開始 師傅開始做到現在 基本上也沒有放太多過 太水的東西 一點點的高湯 一點點的高湯而已 然後讓它慢慢的微 然後讓它慢慢的收汁 然後讓這些食材 在鍋裡面啵啵啵啵啵慢慢去包它 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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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去煨煮它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而且顏色色澤 然後吃到有很多的食材在裡面 沒錯 有海鮮 有石斑 板豆腐其實在裡面 我覺得比任何食材都好吃 真的 因為它把所有的味道都吸收了 都吸進去啦 對 而且其實我覺得這一道料理 各位一定要學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現代人就是很忙嘛 對 那其實可能很多人就不想要一次 在家裡面煮這麼多道菜 一次可能希望就是 可不可以簡單 方便 又好吃 又快速的料理 這一鍋完完全全集結了 什麼東西都有 對 太棒了 石斑海黃豆腐包完成囉 石斑海黃豆腐包的製作大缸 先將香菇切成厚片狀 蔥切段 紅黃甜椒切塊 青龍椒斜切 棕板珠逆紋切片 鍋中加入橄欖油 豆腐切面朝下放入鍋中 煎到四面金黃 再放入松板珠煎到表面上色 加入香菇 蔥段爆香拌炒 轉小火後加入石斑魚 底部朝下煎到定型之後 再翻面煎皮 接著倒入干貝 再放入蒜頭爆香翻炒後 加入辣椒乾 從鍋邊搶入燒心酒 倒入辣豆拌醬 蠔油及高湯翻炒 放入紅黃甜椒 青龍椒拌炒 最後加入適量的胡椒粉 香油拌勻 大火收乾湯汁 即可起鍋盛盤 太棒了 石斑海皇豆腐堡 師傅 你剛說先從豆腐開始吃嗎 還是你有推薦的順序 我建議你先從干貝 然後海鮮開始 海鮮先嗎 對 海鮮先 好 我先來一個 我來吃一個 這個干貝 也太脆了吧 好好吃喔 而且 干貝的鮮啊 咬下去 整個散發出來 然後到現在你看我咬了幾下 它還是脆的耶 對 因為我們乾貝沒有汆燙過它 它所有的鮮味其實都會保留住 那我們用乾煎的方式 那你看在煎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用了橄欖油 收滿豬的油 對 它釋放了這些魚油 然後融合最後在海鮮 在乾貝裡面 所以它其實吃起來 會有多層次的一個感官 因為如果你過度烹調 它就會變乾巴巴的 會瘦 它很多水分耶 會很嫩 很嫩 外面就是這一些我們食材的一些醬汁 包覆著它 所以如果你一旦煎得太乾材的話 其實這些醬汁包上去的時候 其實你會更顯得很難入口 因為會變刺刺的 對 好 然後第二樣就是我們來吃個 石斑魚 跟你以前喜歡吃的這個 清蒸的這個口感 試看看的差別在哪裡 我等一下吃下去 你要幫我講話喔 我怕會很燙喔 好 不行 真的太燙了 不要給自己開玩笑 為什麼叫保仔 其實就是說 這道料理一定要熱熱的吃 所以你看我們上桌之前 要用砂鍋保持它溫度 因為你一旦這個菜沒有香氣以後 其實它就變得很平庸了 我跟你說 這個石斑吃起來 就像是雞肉一樣 很Q 很Q的 你真的很棒 我知道 很燙 真的很燙 很燙 但很好喝 很好吃 對 你看你吃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搭配一點糯米椒 跟剛才你生吃的那個口感 差不一樣 比較一下 糯米椒的味道 我覺得它又把魚的那個鮮味 提到另外一個不同的層次 好 那你可以吃 我覺得真的太棒了 松阪豬跟豆腐 好 松阪豬跟豆腐 松阪豬根本是脆脆糖 脆的 沒錯 脆的 好脆喔 對 所以為什麼我會導演你 先從干貝吃斑開始 如果你一開始吃比較脆的以後 其實你整個在品嘗這道菜的口感 就會跑掉了 而且其實啊 我從剛吃到干貝 石斑 一直到現在的那個松阪豬 它每一個食材都保留了 那個食材本身的鮮味跟甜味 但是呢 因為它有同樣的醬汁 從第一層開始慢慢 巴巴巴巴巴巴巴到最後 它其實整體的 是融合在一起 最後就是 所有靈魂在裡面的豆腐了 豆腐 那師傅 這個如果是 把干貝換人蝦 或者是放其他的海鮮 透Q啊 是適合的嗎 適合的也都OK 但是因為每一個食材 那烹調的時間火候 你是要稍微拿捏一下 了解 對 這很燙 這我要小心吃 我不要 這不要開玩笑 各位 豆腐啊 這豆腐 很厲害 它好燙喔 這真的要燙燙好吃 不行 因為我其實啊 我吃東西是一個很慢的人 我喜歡慢慢品嘗 等一下 幫我把包 把包 好 但其實這樣子的話 我會想繼續吃耶 師傅 你要再幫我做Handing嗎 幫你做Handing 對啊 不行啊 今天我們還是不能 宣兵奪主 還是主角是你 哎呀 你看多會做人 以後多發他來 謝謝 謝謝 對啊 請多多支持 對 師傅 謝謝你喔 不會 謝謝 我覺得今天的師傅在這邊 教了一道非常好吃 營養滿分 然後價值又很高的 特別是師傅分享了很多 他自己內心一路走來 我覺得很多的料理的過程 然後這邊都可以一一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大家如果有喜歡 這一道料理的話 就可以上我們越來越好吃的 粉絲團 以及我們的YouTube頻道 都可以搜尋得到食材清單 以及作法喔 再次謝謝我們的哲宗師傅 為我們帶來這一道非常精采的 石斑海皇寶 謝謝師傅 掰掰 掰掰